把苹果和大蒜放在锅里蒸一蒸 居然是一道简单易做的养生汤 首先大蒜一定不要去皮 连皮带蒜将它拍碎 然后放入蒜臼中给它倒一倒 这样可以更好地释放出大蒜的营养 也不用把它倒得太碎 稍微倒出大蒜的汁水就可以了 大蒜表皮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 连同大蒜一起倒入一个小盆中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一小把的黄冰糖 水开之后放入锅中开中火蒸上15分钟 蒸至冰糖融化 这个期间我们来处理一下苹果 润湿之后撒上一勺食盐 苹果在运输的过程中 为了漂亮美观可能会打上果辣 食盐颗粒比较粗大 可以把苹果清洗得非常干净 让我们能放心的连皮吃掉 把它放在案板上 我们先给它切成厚片 去掉苹果和不要 苹果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 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切成厚片之后 我们给它改刀成小块 然后放在一个大一点的盆中 不要切得太早避免氧化 时间到了 我们的大蒜水也已经蒸好了 蒜皮以及大蒜的营养 彻底融入到了汤中 冰糖也已经融化 闻到一股浓浓的大蒜的清香 接下来准备一个漏勺 把蒸好的大蒜水趁热倒入苹果中 我们过滤出这些残渣就不需要了 然后再一次的放入龙盘中 开中火蒸上15分钟 时间到了 这苹果大蒜养生汤就蒸好了 养生汤一定要趁热喝 养生汤